而在防疫期间呢 花莲相当知名度的TOP烘焙坊 为了感谢第一线医疗以及清洁对人员的辛劳 特别是赠送店内热卖的新产品给予支持 那么期盼疫情尽快趋缓 让各行各业能够恢复日常 15号上午TOP烘焙坊店经理王丰敏 亲自载了50份的点心面包送到花莲市清洁队 希望能慰绕最近正忙着防疫工作的队员 因为知道目前疫情的状况 其实没有这些基层的人员来做协助 包括医护包括清洁人员 其实我们在花莲的中小企业 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居乐业 那不管是从电视或者是实际看到他们的辛苦 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 那就希望说用一点点小小的点心 能够让他们有一点点工作上的安慰 从5月份开始 烘焙坊就分别赠送面包 给花莲的各大医疗院所及宅配物流人员 15号除了赠送自家的热卖新产品 到花莲市清洁队之外 也将在这周前往吉安湘清洁队 以及国军花莲总医院表达感激 另外王丰敏也提到 目前各级学校都还在停课当中 如果有弱势家庭的学生需要关怀 可以拨打03-853-9806来洽询 公司将会以面包提货券的方式 一起来关怀学生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